大家好我是老孙 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今天呢是给鱼房这几个鱼缸和鱼盆 日常维护的一天 顺带着在视频当中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咱们养鱼过程当中非常好用的一个小玩意儿 这一个帆布驰的井里 从搬到帆布驰以后 每天一顿或者两顿 有时候忘了也不胃 鸡一顿抱一顿的 今天来喂一喂他们 你看现在已经完全不怕人了 过来过来你看 你看这个茶里啊 还有那个受伤的松叶 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 现在虽然水温低 但是他们这个锁食欲望还是不错的 你看喂这么多基本上在一分钟内都能吃完 这个帆布驰其实也该换水了 今天由于量的水不够 先不给他们换了 等明天再给他们换 今天换水主要是给这一盆蝶尾换水 你看现在这个蝶尾翻肚了 但他没死啊 还游着呢 还有那边也有一个翻肚的黑色的蝶尾 最近这个蝶尾啊 状态不是特别好 一个是水温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把他们弄回来之后 一直呢比较疏于管理 换水换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然后关注他们关注的也不够 可能这个水盆 它的水位也比较高 造成了它吃完之后就翻肚了 不过问题不大 等以后把它们挪到 前水盆里面就好了 现在正在用我做的这个换水神器 往外抽水 现在正在给这个蝶尾的盆 换水 把困水桶里的水抽到 这个蝶尾的盆里面 现在已经给蝶尾换好水了 我加水没加那么高 然后慢慢的把它的水位往下降一些 看看翻肚的情况会不会好转一些 下面来给这个一米二的大鱼缸 再安装一个报导灯 这两个报导灯啊 是我从我家里的小鱼缸上拆下来的 所以说它长度不太合适 但是一个灯你看报导效果 马马虎虎啊非常勉强 我打算再把这个也给这装上 看看报导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 因为这个一米二的鱼缸啊 它用那个支架安装的话 不太好安装 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两个报导灯 通过这个绑带啊 把它绑到这个拉筋上 还有朋友可能会说可以用吸盘把它吸在内侧 但是把它吸在内侧的话呢 不太好看啊 所以说把它绑在拉筋上呢 还是不错的 我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重点来了 就是下面的这个插牌 这个插牌它是一个能WiFi控制的智能插牌 因为一会儿要插这个新的报导灯 所以说要把这个大家伙先插到别的地方去 不然的话旁边的这个口插不下 我弄了一个小的插牌 把小的插牌连接到原先的这个插孔上 然后再把这个大家伙插到小的插牌上 这个大家伙是个什么 它是一个WiFi信号放大器 因为我鱼房里有好多设备都是需要联网的 没有它的话有好多设备联不上网 现在把这个报导灯给它插上 已经把这个报导灯插上了 等这些线一会儿再捋 咱们看看它亮不亮 在这个角度镜头里好像看不到 把手放在下面你看 多了一个报导灯 应该过几天效果会更好 接下来呢 就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东西 这是一个WiFi智能插牌 那它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连接WiFi 并且可以在手机上通过它的APP 控制这四个口 每个口的开关 也可以进行智能定时 我用它是做什么呢 我现在这个鱼缸当中有三个灯 一个是这个报导灯 然后是刚才新家的这个报导灯 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97厘米长的蓝白浅水灯 那每天咱们给鱼缸开灯 肯定不能是24小时开灯 那如果是人来管理的话 有可能比如说早晨忘了开了 或者晚上忘了关了 你就心里很不得劲 所以说我就弄了一个这样的插牌 这个插牌我可以给每个口 都单独设置 这个口它几点空电 几点几点断电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很轻松的来实现 比如早晨 我可以在七点的时候 先把这个蓝白浅水灯打开 让鱼适应一会儿 因为七点之前可能比较暗 然后突然给它亮一个灯 让它适应一会儿 然后20分钟之后 再把这个报导灯打开 这样的话有一个相当于光线强度的一个过渡 再过五分钟十分钟 再把第二个报导灯打开 晚上七点 先把两个报导灯关掉 然后再过20分钟 再把这个蓝白浅水灯给它关掉 这样的话整个鱼缸的它的光线控制系统就不用管了 它不只是在鱼缸当中灯可以这样控制 有了这样的智能插白 很多时候咱们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控制一些咱们鱼缸当中用到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水泵 一般来讲咱们喂食的时候 有时候要把水泵关停一会儿 等鱼吃完 然后咱们再把水泵打开 那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再蹲下身去拔电源了 从手机上打开APP 把这个口的电给它一关 然后等喂完鱼 然后再把它打开就好了 那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远程控制 比如我上午上门之前 我喂完鱼 我去上门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这个水泵忘了打开了 那你就可以悠然自得的坐在办公室里打开手机上的APP 然后通过APP 控制这个智能插牌 把水泵的这个口的电给它通上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东西呢 非常的好用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买一个 好 那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吧 我是老孙 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